嗨大家好,我是肥波 今天又以各位带来的是 台北美食中三篇24小时爽吃特辑四选 分别是东辉寒食馆、夜小馆以及卡兹兴猪排盖饭 最后是赤铁广岛烧专卖店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首先第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位在新店工附近 非常夯的韩式料理专门店 它就是东辉韩式馆 平日刚开店就是给它直接客满 那我的店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马铃薯猪果汤 再搭配上一碗相当有黑的炸酱面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就把它的金针菇稍微压一下 不然待会会出手 再来呢就把我们的杂酱面充分的搅拌搅拌 专业的炒出来的杂酱闻起来就是特别香 然后呢里面还有满满的洋葱 你可以感受到非常显著 杂酱的咸香为甜 跟它里面满满洋葱的甜味融合在一起 不过面条我不会说它都有Q劲啊 比较偏像一个熟悉家常的软Q感 吸引起来相当的滋润 不过你整体吃起来就不会有太多那种炸酱的锅气感 甚至比我之前在家里自己做的还要再清爽一点 有点小意外 可能这个就是道地正宗的口味吧我想 搭配上点腌萝卜试一下 微微的酸香微辣可以取到一个转味的作用 让你整晚冲到你的炸酱香气更有层次哦 再来呢就是一下它的马铃薯猪股汤 听说是台北最强 香给它看似浓厚 但是还蛮清爽的炸酱面 猪股汤呢绝对是更加的火力十足 你可以感受到这样显著的炸酱香气 随之而来就是一股辣味伪劲还有胡椒的风味 那当然呢颗粒Q弹的米饭充分浸泡汤汁以后 这个组合吃起来它绝对是相当爽的 再来就试一下这碗的主角 非常大天的猪骨肉 首先家中的口感相信这个画面是充分可以交代 稍微给它撕咬一下就可以非常容易的骨肉分离开来 肯食起来的爽度非常的高啊 猪五汤绝对是海方炸酱面 香气十足同时口感上又非常的绵密 然后呢还可以再撸上一点特制的沾酱 有点像是比较西点的黄芥末 扭增那确实是大大的加分啊 不过这个尺寸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狂野 最后呢就里面的马铃薯收尾 马铃薯好永远就是这锅里面口感上最绵密的 然后呢一样可以感受到非常显著那种大酱汤的香气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东辉韩食馆 老实讲炸酱面我觉得富普 但是它的马铃薯大骨汤绝对只有你尝试一下 排骨的口感真的是很强 尤其是搭配上它的特制酱子之后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这个我的朋友接着下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大只美食代表 它就是连续五年都获得米其林推荐在夜小馆 主打的可是保养我们熟悉的台式料理融合西餐的元素 像是我领的这一份铜仔鸡巨锅炖饭 我相信大家都吃过 烤的过程中会炼出非常多的鸡油 充分的被它打底的炖饭吸收过后估计会很爽 然后呢我还有在家里的一根葱烧菲力牛肉串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呢就从它的葱烧菲力牛肉串起手 表面看起来已经有刷伤一点蜜汁酱汁了 入口底的感觉肉汁本身那就是飘飘准准 我处于需要稍微少嚼一下的软嫩度 重点是这样子的部分还是相当到位 在那有发酵的豆浆之外补上了一点甜味 跟冰烈牛本身的肉香融合在一起 搭配上一点芥末酱试一下 一容芥末酱本身的酸香风味 跟它表面刷酱原型的甜味融合在一起 达到一个很舒服的酸甜平衡 再来就是一下的汤鸡巨锅炖饭 帮你去骨那是相用的贴心 来一块鸡皮的精华去感受一下 整吃入口你是可以感受到 刚刚显著的三层风味 栗子的甜鸡肉的油香 以及它里面各种菇类独有的香气 不算是那种极度重口味 比较偏向一个风味上的平衡 而且你吃得出来 它整体的那种奶香风味 真是不会说过于突出 你感受到最显著的 还是它本身那种鸡油的香气 好的各位 总结员的Restaurant page 业小馆 单路间点的葱烧菲的牛肉串 还有红仔鸡巨锅炖饭 风味上都是属于丰富 但是不过头 可以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 这种中西合并的FU 来到大直想要聚餐的话 充分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的前往下转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晚餐一号 我们就来试一下 台湾少数需要排到歪头的 炸猪排专门店 它就是会在监运中山站附近的卡之星 用的可是花田喜枝的六排猪 搭配上本土的冠军米 结合成熟成猪排盖饭 而且除了表称金黄厚切的炸猪排之外 米饭上还要再铺上 我们台湾人的最爱半熟的双蛋 这个组合估计会很爽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那我们首先就来一块原味的感受一下 表层内已经有帮你淋上了点酱汁了 入口第一个感觉 多了熟成两只 吃起来口感上确实有差 咀嚼起来不会是纯粹的扎实 而是可以感受到一定的水嫩度 不过我觉得重点是酱汁的部分 但是相当对我的胃 不是属于那种以往常见的酸甜感 特别显速突出的 对我来说比较偏向这种 微微的煎于咸香为前 让你可以很好的感受到 它猪肉本身的那种肉汁油香风味 我觉得整体的嫩度其实就是有点接近 星宿那边的臀蒸碗 当然不会说嫩到拐头 或者说油香特别显著 毕竟它是里肌的部分 感受的真的就是扎实中带点软粘度 配上底部的半熟蛋来爬一下 中心相当滋润 但是外围却保住这种金黄焦脆感 不管你现在是卖什么饭 搭配上这种专业的半熟蛋 就可以让你煮食吃起来 变得更有层次 我们下一块搭配上七味粉来试一下 撒上点七味粉呢 等下就是补上点心上微酱 可以让你嚼到最后会有种 辣味伪劲油醇的view 再来这一块搭配上 何时黄芥末来试一下 目前这样吃起来更能熟给你吃原味的 再来就是它的合适黄芥末 贴补上点不会辣的嗆味 让你吃起来有种比较风畅感 把猪肉本身的肉汁油香风味再次放大 最后就有味噌汤收尾 里面这根应该是萝卜丝 不会是姜丝啊 萝卜丝没错 而且它切成这样湿状 滋润度就会更加突出一点 然后整理喝起来就是属于 浓厚系的味噌汤啦 好了各位总结了呢 卡之星熟成猪排盖饭 充分是一件我也想稍微给它二刷一下的 因为我的感觉其实就是你在日本 可以找到高水平的平价炸猪排的feel啦 而且它一个定时还有甜点跟小菜 有机会呢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小站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最后一站我们就来试一下 为在明泉西路站附近的广岛烧专门店 它就是赤铁 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坐在铁板前面 边吃边欣赏师傅精湛的记忆 那我女人呢就是海陆综合的牡蠣 广岛烧 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感觉用铲子吃比较正宗一点 入口机的感觉虽然说表面看不出来 但是它打理的豆芽菜跟高丽菜 温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随着你咀嚼就可以感受到非常显著 用酱汁的那种酸甜香气 跟它蔬菜里的水温度融合在一起 我们让它的酥饶感再度提升 淋上一点美乃滋 搭配上相当肥美的牡蠣 牡蠣以外逃脱我们再来一口 美乃滋涂出的酸甜香气跟牡蠣的鲜味 可以让它主体冲到底的甜味广岛烧酱之风味 吃起来更加的有层次 那当然还有我们牡蠣本身的那种鲜嫩口感 而且你吃得出来它蛋皮表面 还会补上点那种煎出来的脆度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台北美食中正片 20小时从特级四旋 今天这时下吃起来觉得是好货满满 尤其是我们早上第一间那个东辉 它的马铃薯大骨汤 然后下午茶吃的那个杂猪排饭 也绝对值得你尝试一下 好的那要这样啦 想念点赞 订阅 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 加均时订阅 boli igence 优独力 好 决定 �